字幕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Yo 我是William 哇 今天呢 特別一點 我帶我的表妹 就試試做一天YouTuber 就先介紹我表妹先啦 這個就是表妹啦 HELLO 大家可以叫我的表妹 看著我們正在打電梯 是啊 表妹 這部機今天可能是我表妹開的 是啊 要學做月祭牌 讓她試一下拍片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啦 我們今天去了如景新城 即是荃灣 很簡單 可能吃個茶 表妹會拍一下我們有什麼好吃 其實我旁邊會助工 好 我主要助工是說話為主 或者可能我自己也帶了另外一部機來 可能我拍一下她 但是這部機可能只要是她開機 是啊 想試一下 拍得好不好大家多多包涵 支持一下新人 美女真的穿得多 我自己覺得 那我應該不是 我們現在去吃東西 Let's go 出手機 那波就交給我了 那現在就由我去操作 現在我們就在如景新城那邊 走一條天橋 是啊 之後這裏會下 基本上很近 五分鐘 右手邊 等一下就已經會到達南風沙廠了 是啊 下樓區了 那我們快這麼快就走到南風沙廠了 原來也是我們南風沙廠 是啊 不過今天下雨濕濕 比較狼狽 真的不好意思 我是跌桌表哥的廣角鏡 是啊 所以今天是沒有廣角鏡用的 也有的 這個也算廣角的 但是我們要貼得近一點 是啊 好 這樣轉頭 原來你是借椅的 哈哈 好 那我們轉移話題 轉頭再帶大家去看我們吃些什麼 好吧 這裏就是南風沙廠 我未來過的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來拍過的 外面是下大雨 幸好這裏是室內玻璃 這裏很適合拍攝的 我知道 很多人故意帶小狗 拍一些特寫 寫真 我們就拍攝吧 這樣 I know I can be unkind But you're not always understanding I like to take my time But time is what you're always chasing 糟了 現在的電量是剩下50% 但是我們是還未找到位置可以坐下吃東西的 其實今天也靠你啊 其實靠我 我沒機關了 因為我真的很怕沒有電 表哥給了我這樣的挑戰 不怕的 不怕的 最多人說我關機 然後我黑幕沒有電 沒有電 沒有電 Hello 我們就來到這間叫做Coco Cafe 為什麼我會帶我表哥來這間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個人比較懶 我就查到Open Ride 這間是第一名 所以我就帶了我表哥來這間 OK 這裏的Cafe 設定時間大概有7個選 然後到10點到2點半 10點到2點半 就設午餐 10點成設午餐 好搞笑 Hello 又是我 我趁我表哥現在出了去 埋單 我現在就拍一下這裏的環境 相信很多人來過南風沙廠 第一次都會來這間 因為它其實是最近面口的一間Cafe 其實我覺得這裏 都整個是配合南風沙廠的工業風 而且在這裏都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外面也可以 大狗狗也可以坐外面 我們這裏的食物終於到了 賣相很好 一會兒都會 講一下食評 這裏就是剛才那個素的麥西哥卷 想不到它都會配合一堆薯條 這裏都可以 這裏就是我們的Banaday 配煙三文魚 我們也點了兩杯冷咖啡 左邊的杯就是表哥的Ice Alate 然後旁邊的杯是我的Ice Cappuccino 有包眼 這裏就有很多年輕人 基本上全部都是年輕人 而且聊天聊得很開心 我覺得我都年輕了十年 周圍就放了很多麻包袋 那些一看就知道是一些生咖啡豆 自己的烘焙咖啡豆 自己磨 而且它已經是烘焙咖啡豆 一小小的包袋就用一個自己的牌子賣出去 所以你會看到那裏是一個水泥椅 那裏就沉列了很多很漂亮的咖啡豆 除了可以進來喝 自己可以買回家自己的蔥都可以 拿這麼大批貨回來 全部一手包辦就比較少油 還有很多一些... 一些的照片 我叫了一杯Ice Latte 表妹就叫了一個Ice Cappuccino 這裏就是沒有加糖的 所以剛才第一口喝下去 表妹就說 是非常苦 很苦 表妹就幫我拿了一杯糖 我已經加了下去 加完之後我喝了一杯我喜歡的正常咖啡 不過我覺得它其實也做得不錯 我這杯其實沒有冰的 可能它怕混淡了味道 其實我叫了小波杯去冰 對啊 611顆冰 它的咖啡豆的味道也很濃 這裏的咖啡是非常濃的 我明白為什麼它會拿受歡迎咖啡 我們剛剛吃完這個叫墨西哥卷 就是沒有墨西哥風味的 我自己覺得是港式味道 表妹又喜歡的 對 我們喜歡的 因為全素 還有我不喜歡太濃的味道 因為我經常覺得墨西哥卷 可能有時候會偏辣 有時候會有點辣 本身我個人也不是吃得辣 我覺得它很健康 裡面有粟米 有青椒 有菠菜 加上我最喜歡的番茄醬 所以我個人覺得健康好吃 但如果你說是否正宗的墨西哥卷 非常不正宗 對 我這麼說 因為表哥是墨西哥的 對 話說 我有百分一墨西哥血統 嗯? 對 我是混合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媽媽的媽媽是墨西哥人 哦 這個墨西哥卷 它外面也挺脆的 挺軟的 裡面很juicy 很多茄汁 偏甜甜的 女生很喜歡的 應該就會 嗯 很健康 薯條呢 我表妹就很喜歡 我覺得挺好吃 加上脂汁 我覺得它會乾身一點 喜歡吃脆的就很喜歡 如果喜歡吃外脆來源 它就不是那種 就不是那種 對 試一下 好 你要加點音樂 OK啊 喂? 霍哥廚房 是啊 你讓我看 好 回來吃蛋呢 首先最重要 我自己覺得 裡面一定要硫黄 荷蘭醬要打得夠滑 要香蛋味 它好像拌了些酸忌廉 是啊 它是酸忌廉拌蛋黃 其實不是很重的蛋黃味 不像荷蘭醬 酸酸的 首先蛋是沒有味的 正常呢 蛋應該放進去 加了醋的水裡面 它的蛋是完全沒有調味的 是一粒鹽都沒有 是沒有調味 沒有調味 所以是淡貌貌的 其實我吃不到蛋黃味 我還不覺得自己在吃蕃蘭醬蛋 好像在吃生日蛋糕 那一瓶酸忌廉 那一瓶忌廉 那一瓶忌廉 糟了 我這次服了表哥 是啊 是啊 我覺得它是 這個蕃蘭醬蛋 它簡直是不可以說好吃 不可以說好吃 但是不是難吃的 這個麵包呢 是又硬又廣 還有三明治是有少許腥味 你見我們都吃剩兩三塊三明治 墨西哥卷沒有墨西哥味 它是港式味道的 這裏我覺得的優點就是咖啡 咖啡很香濃 還有環境很舒適 又大 又多年輕子女 如果想起 最重要是多年輕子女 是啊 對面很多美女 令到自己都年輕 對面一台美女 一台美女 其實我本身是坐在這個位 我坐到有點痛 而且我後面基本上是無法 那我坐了 因為我表哥 不如我坐出來 坐了這張 你坐了這張 對比來說是很舒服的 我覺得是給別人打卡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舒服 舒服地在這裏 幾個小時呢 真的不行 我就覺得不是太行 綜合而言 我覺得這間餐廳 休息一下 跟朋友來聊聊天 非常好的 我們都聊了很久 其實我們中間是聊了很久 我們現在是差不多夠了 先記得要roll game 我們都聊天 問回你吧 你拍這個一天的youtube 這樣的體驗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 首先 第一就是今天天公不造美 下雨 剛才真的靠表哥幫我拿著馬傘 我就抵高那部機 我覺得都挺麻煩 而且表哥就給了這部 小小的 類似把縮骨傘的機器給我錄 其實這部就 真的很好 入到餐廳 或者你出去拿 人家其實不知道你在拍攝 但表哥拿著那部 就是SONY的大機 其實我看到沿途 很多人看著 很多人看著 心想是不是電視台拍攝呢 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 你要無視別人的目光 去做到自己 想要營造出來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 可能我覺得 對我來說會有點難 因為我臉皮比較薄 真的 這樣 還有要想定要說什麼 對 想定要說什麼 想定要說什麼 這個都很重要 你看同一天 你會發覺原來拍攝 說話 是比你想像中認真很多 是啊 很認真 因為我平時都是比較 想過度過 才說出來 是啊 自己平時都有拍一些 可能用一部iPhone 用一部APP 拍一些東西吃 拍一下我的生活 其實我很少出樣子 怕東西吃 怕我的小狗 之後再做一點剪接監獄 這個就容易 超多 想給自己看和給別人看 是兩回事 是兩回事 好玩嗎 OK 會有機會再 會有機會 希望下次再有機會 做嘉賓 不要讓我體驗 還是表哥拿回機會 好 好吧 慢慢一步一步來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 按下旁邊的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